寓言 何其方 这一个心跳的日子终于来临 你夜的叹息式的渐静的阻音 我听得清不是林夜和夜风私语 迷路持过台景的细碎的梯声 告诉我 用你银铃的歌声告诉我 你是不是预言中的年轻的神 你一定来自温宇的南方 告诉我 哪儿的月色 哪儿的日光 告诉我 春风是怎样吹开百花 燕子是怎样痴恋着绿羊 我将合眼睡在你如梦的歌声里 那温馨 我似乎记得 又似乎遗忘 请停下 停下你长途的奔波 进来 这儿有虎皮的乳你坐 让我烧起每一个秋天时来的落叶 听我滴滴唱起我自己的歌 那歌声像火光一样沉郁又羔羊 火光一样将我的一声诉说 不要前行 前面是无边的森林 古老的树陷着野兽身上的半纹 半生半死的藤莽一样交缠着 蜜叶里露不下一颗星星 你将怯怯的不敢放下第二步 当你听到第一步空聊的回声 一定要走吗 请等我和你同行 我的族知道每条平安的路径 我可以不停地唱着忘卷的歌 再给你 再给你 再给你守的温存 当夜的浓黑遮断了我们 你可以不转睛地望着我的眼睛 我激动的歌声已经不听 你的族竟不为我的颤抖暂停 像静暖的微风飘过这黄昏里 消失了 消失了你骄傲的族音 哦 你终于如预言所说的 无语而来 无语而去了吗 年轻的神 对您的无语而来 无语而来 络于预言 可能也不如如预言 我当夜的谷歌 我为你良钏灰,无语而来 由预言 我老人更迟击地望着你 我老人再去 node 我现在觉得你让你来的族 你骄傲的族音 你骄傲的族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